其實跟女朋友打遊戲 是進行男朋友的風度 一定要輸給她 但你又不能輸得太容易 你又要很像爭執 因為你會害怕 你會吵犬 你為甚麼讓我 你一來你就輸了 那女生會生氣 也不要玩的 你敷衍我 你敷衍我 你覺得我不行 對…你敷衍我 所以寧願同隊 很少吃對 同隊她又會拖垮你 又罵她 走啊 上去一上樓掌 簡單一點的關卡 如果是同弟 她會覺得你弄回她的記錄 是嗎? 這麼默契? 她屬得A… 對,她的聖算低了 玩些優勢的 玩些可能是小孩 玩些… 打粉筋球 對… 我摺一下那些 吃一下東西吃 那些都會打架 那些打什麼都會打架 打就打頭了 打架 我之前的男朋友玩那些… 例如Vue,是嗎? Vue,是嗎? 六輪 總之就是六輪 我真的每次都看不到 她每次都看得到 然後我整個東西 真的一下子就飛上去 這麼多話 會不會是電視… 對… 她的機器是否太放得太高 你無法觸控器 我這樣就已經… 是否特意放低了那部機 當然 如果它拿起來,應該更快 因為它比較貼 它比較低 可能那個觸控器也放高了 後來我轉換了不同的玩 玩什麼呢? 換了第二個男朋友 拳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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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擊打死他 也是那個男朋友 也是… 以為是太… 換了男朋友玩 唯一遊戲換了男朋友 挺值得的 你能打一下就真的打 打下去 我真的吵了一晚 是 真的很生氣 我看到我現在的火還在 對… 很假的 認真面子輸了 對,認真面子輸了 不過跟朋友打遊戲 有時候打得會吵架 你有沒有試過跟朋友玩到… 試過… 有一點反面 有,我打FIFA就試過 玩這個遊戲 其實很容易有些人會發脾氣 我也試過 做一些挑釁性的動作 例如你進了球 走過去… 你對球 例如我用巴賽走過去 我最厲害的球員美師 走過去跳棋馬舞 跳完棋馬舞 是用看慢鏡再慢鏡 然後我又在那邊看 你砸著 夠了 我都知道你進了 不可以跳舞 不可以跳舞 因為對面要看 你上網台打 但如果自己打可以跳舞 自己打可以跳舞 但跟別人打不可以跳舞 那一刻才會生氣 進了球在我面前跳舞 有特定的… 說到這些 另外有些隊伍遊戲 又是叫… 有玩過LL嗎? 有 現在很流行的 LL 是否有兩個城堡 對… 接著有些人,有些小兵 攻城 就是鬥打攻城 就是有一個塔的中間 可能有五個人擔控 然後有分上、中、下、龍 然後又有策略去組織 其實那些又是… 說到LL 其實現在很流行世界賽 其實我都可以留意LL 我自己也有打 世界賽就… 他也很忙 又要讀書又要上電視台 還要拍拖 現在那些年輕人不用睡 下個月就開始有LL世界賽 其實現在香港已經有 第一隊的女子電競隊 然後香港有HK 你忘記了甚麼A 只有一支電競隊 他參加… 電競隊不是有分男女嗎? 有分男女 其實理論上男女可以一起鬥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那個是Gymic 女子都是Gymic 但我想問 如果你玩過這遊戲 我想問其實大家到達最強的水準 是否都是男性比女性 還是差不多 其實基本上來說 我覺得可以到達平均 其實理論上… 或者是體力的 或者是體力上的競爭 如果真的有男性比女性 也是應該文化的影響 或者是打得久一點 因為男性可能早就開始打 現在很多時候 香港也有人是靠電競 這個運動來做穩食 是的 你說那個其實已經去到 發展得很好的 譬如很多地方不知道韓國 你知不知道他們播放直播 去打那些遊戲呢? 那些收汗次數 他們有些說在美國那些 好像已經比一場NBA的 Payoff的賽事 是很瘋狂的, 原來是幾千萬人看的 對, 那些T Show 香港有女子電競隊 她們經常勝出比賽 然後就收錢 是的… 而且那些女生 其實她們玩電競都很年輕 可能是十七、八歲 對, 像女子組合一樣 當一隊打遊戲的Cookies 十五歲就去PoBomb吧 打遊戲已經有前途了, 對吧 回顧亞洲地區 韓國的電競很強勁 是世界冠軍, 韓國隊 但她的重點是日本 韓國那麼強勁 是因為韓國政府對電競的支持 就是他們的社會風氣 就不會覺得打遊戲沒有出色 對, 跟香港有點不同 不要在觀點的角度 覺得哪邊好 但韓國那邊就政府多點支持 就是多點政府有搞比賽 多點贊助 那些人就會投入電競這個行業 就好像韓國政府也很支持他們的韓劇 對 可以拍到這麼漂亮 Brian, 你上次去打FIFA比賽 他贏了電競最高級的人 獎金有多少錢 FIFA每年都有搞比賽 我之前聽過朋友說 他在英國玩比賽可能是玩得很厲害 去中東打, 去歐洲又再打 那人差不多贏了二百萬美金 一年了嗎 對, 一年了, 就是FIFA17 那很厲害 很厲害, 但那人打遊戲很厲害 打遊戲有一點好 尤其是對於男生來說 我覺得打遊戲是你可以花很多時間做的 因為你自己真的很喜歡 而且那些時間根本是不覺得的 是 你打幾場球, 打幾個小時 也是, 兩、三個小時 都不知道 對, 原來已經10時了 當然不管了, 暈到10時, 打下去吧 通常都是這樣 有時, 如果男生打了很多個小時 那女生可能會覺得失敗 是 會不會呢? 會不會有收過這樣的投訴呢? 因為我們在韓國 其實也有一些電競比賽 那一陣子有電競比賽的時候 打的那些人就會在一起打 其實打一、兩局已經打了兩、三個小時 我們就會聽到她的女朋友 就會…女朋友在一起打一間房間 然後狂鬧她們 他們自己可以在一起打一間房間 吃著東西等 就是電競練習在一間房間 然後女朋友在一起打一間房間 反電競小組 對, 那些球員去踢球 然後那些太太就會自己組為一個公主 去買購物 其實我覺得這次應該請問誰做嘉賓 請問誰? 朱智賢 為甚麼? 她打遊戲機也挺厲害 不是, 那時是她說她有個男朋友 每天打遊戲機打三、四天 我在外國的時候… 放心吧… 不是你… 不是你… 有東西嗎? 沒有東西 我不知道她剛才說她的男朋友 你可以約一下她 但我想問一下 你們身邊有沒有朋友說你自己 現在打遊戲機 除了你買了那個機器 或者你在手機應用程式之外 她很多時候課金要付錢才升級 或者買到某些東西 有 最瘋的人用多少錢 你們用多少錢去玩 那些課金 我想分享一下 為甚麼會有課金這個字 我想應該是關於前派的 轉珠遊戲叫P&D 是從那種遊戲開始 大家就會覺得 為甚麼打遊戲要課金 每個人都在想 為甚麼要課金放在鏡子裡 然後純粹抽些卡 即是付錢 買電話遊戲 我現在打電話都要付錢 你有付嗎? 是 你有課金嗎? 我沒有 我覺得這些是深淵 是… 因為現在你一按手指毛就付錢 一按手指毛就付錢 然後打算付… 100元就付一下… 付一下… 那就是80元 真的付一下… 你覺得是付完100元 不是,還付80元 一次過買多點會比較划 這些毛會比較划 但我明不說那種心態 因為付錢之後 你的妝容… 特非慢… 我們那時候有藝人打遊戲 打了一整晚 打什麼遊戲? 手機遊戲,我不怕什麼名字 龍石那些 你記得藝人的名字嗎? 我爆他,糟糕了 你說誰… 金剛 金剛和他玩什麼遊戲 我不知道 他在我旁邊一直按… 他就問,你知不知道 我已經打了一萬多元 我告訴你 他打電話嗎? 我不知道,不斷抽卡 不知道是玩什麼遊戲 但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你用了錢之後 其實在某程度上就失去了意義 因為其實最後是鬥多錢 也可以 你課金去到別的世界 是課金的世界 你還要跟別的課金更多錢 我們整集都說打遊戲 這件事 你們覺得 eSport這件事 可不可以在香港興起 和崛起成本 即是真正的職業 會是…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 雖然說可能 在香港政府 比其他地方 是遲些 搭配這件事 遲些投入經濟產業 但其實現在 可能已經有香港電競學院 然後有一些電競飲樂節 其實這些很大型的活動 都看得出是政府 甚至是香港市民 年輕人都開始接受eSport 和會投入更加多的時間 精神在這件事 是的 我想說 我們City宿舍 我們現在每一年都有 聯科的eSports大賽 去年還打FIFA 但其實是因為我們整個 City宿舍的學生 都覺得是很支持 這件電競運動 所以他們就在前年開始 聯署地舉辦了這個大賽 那學校已經有些數 是叫做eSport數 沒有的… 純粹是科和科之間 每一年都會有一個委員會出來 然後就舉辦這個比賽 即是外出足球 現在有多個eSport 是的 但你出去玩電競 譬如試玩開櫃的發佈會 或是參加eSport的地方 你的氣氛是怎樣去到現場 我覺得很新鮮 因為我第一次接觸一個 完全是兩個類型的公司 變成一個電競的東西去玩 我看到那些日本人 他們怎樣去對待這件事 他們真的很投入 因為我在東京 我們之前拍了一段影片 是早兩天 即是我去了四天 可能我頭一兩天拍了一段影片 然後他們坐下來一起剪 剪完之後 我去了蝕谷 晚上十點鐘就等他們電視機 因為蝕谷好像時光圍一樣 有幾個電視機 四個電視機同一時間直播 一起直播 播完這段影片 然後倒數兩個小時 這個遊戲做兩個小時開始 接著很有趣 他們像我們TVB一樣 做一些馬拉松式的節目 做到十二點開始 做到他們的表演開始 好像世界盃一樣 做到一小時才完結 很有趣 即是要引人進去看 即是他們很投入在這件事 我看到現在電競選手 可能有些人說打機的人讀 或者這樣是很平平無奇 但其實我現在看到電競選手 是撿到很英俊、英俊 上去打比賽 真的整個很閃鏡 好像斯朗一樣 是的 即是明星、韓星 不會像一個頹鹿一樣 是的 其實這個項目 我想在香港真的有 因為現在全世界打E-Sport 或者關於電子競技 每年全球金額的轉動 是數十億港幣 我想會越來越多 我想是很瘋狂 可能快要過百億 你想想大陸、韓國、日本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香港要好好發展 我們也是專心打機 好的 是的 你們不要再說了 我其實在打機 怎麼搞的 不過說真的 我看他們打機,我也很手癢 謝東文 不如我們馬上去一部頻道 繼續開直播 一起打機 跟KOL 好 好,打… 打什麼機… 打什麼機… 打什麼機…